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是曾經有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發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去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是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去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省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 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無論是上升還是天蠍座的朋友 讓我罵一下你們 你們實在是太過自大了 尤其是這個十月一號 中秋節的前前後後 你們是有一些成功 是得到一些果實的 可能是一個事業上的里程碑 可能是升了職 或者有些什麼成果 那就會令到你們是比較牙策策得戚 OK 我知道你們過往很努力 你們現在是真的有這樣的成果 但是不代表你們可以經常在耀武揚威 當你們太過自負的時候 你們身邊的人就會覺得你們是一個白癡 所以請你們認清楚一個事實 這個不是那個完結 你們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你們可以暫時去吃下這個果實的同時 但是麻煩你們也要看下 接下來的路要怎樣去做 還有呢 也要去想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令到你們的能力持續 所以就勸大家一句 月盈則規 滿招損 謙受益 請你們不要再大鼻 今個農曆九月有什麼是麻煩的呢 是家裡的事務 甚至是你們整個家族 即是那些親人 所以不單止是你的射射家 不單止是你的射射家 不單止是你住在一起的家 更可能是你們的親人 甚至是鄰居也有關 這些人他們會騷擾到你們的休息 我打一個比喻 可能你家人晚上才在看電視 會吵著你睡覺 或者有一些很吵的鄰居 他們也會令到你有一點精神壓力 一些情緒上的緊張 那為什麼呢 可能他們會批評 投訴你一些日常的作息 一些生活的習慣 或者你們怎樣照顧自己 甚至是怎樣照顧寵物 我又打一個比喻 可能媽媽經常都暗暗沉沉 說你為什麼這麼晚睡 你為什麼不知道怎樣怎樣 或者我當你們有養寵物 然後鄰居投訴狗在那裡叫 投訴貓很臭 或者甚至投訴你們煮咖喱 很大股味 諸如此類 這些東西都會令到你們 容易有一點點面阻阻 那至今 我吞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那有什麼東西是應該去做的呢 吹吉 不單止說比空 原來這個農曆九月 你們就是安心靜心去計劃一下你們長期的未來 不論是你們的學業 持續進修 還是你們的事業 還是你們的人生大計 那個人生方向 那就可以去靜思一下 究竟你們以後人生的那條路 想怎樣去走呢 但是千萬要記住 拜託不要把你們這些心底裡的計劃和別人去講 因為有時這個世界很邪 有些事情你未成事去講 很容易會破功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為什麼這些孕婦其實懷孕三個月之內 經常都不會這麼快去報那個消息 他們賴那個BB小氣 其實當然不是真的 BB不會小氣 但是明白 大家都明白 所以千萬要記住 你們有這些長遠人生的計劃 都不要跟身邊的親人 或者你們的老公老婆 男女朋友去講 再加上其實因為 現在的水星的勤勢 發生在你們天傑座本身的那個恭偉 所以就算你們是講 你們有些什麼的人生長遠夢想 你們都很容易會開口看著你 或者是表演得很差 而令到別人覺得 什麼你這麼離地的 什麼你這麼大上頭的 很容易會一頭冷水撲下來 自討抹脆 所以何必呢 需要跟他們說 自己一個知就算了 最後 其實這個農曆九月 你們都會比較精神緊張 很重的壓力 所以無論是精神 情緒 甚至原來真的 Physical health 都會比較容易出問題 OK 都會很容易開口看著你 講這個你 就真的 原來你們的身體 什麼部位會容易出毛病 你們的你 你們的牙齒 口腔健康 呼吸系統 包括肺 那些什麼 肢氣管炎 和傷風 這些地方都會比較容易出毛病 還有 是你們的雙手 尤其是雙手的皮膚 我當是主腹手 濕疹 還是骨頭 可能是雙手 有些不知什麼的 腦損 所以 如果是想釋放一下 舒緩一下 今個農曆九月 你們都很適合做一些 Therapy 做一些按摩 去跟小朋友玩一下 還有去做運動 尤其是水上的運動 都可以令到你們 顧本培圓 有更快的康復能力 有更快的